這受到消費者教育的摔魚 小規會挑戰市民上四種 表示摔魚的用品 結果就發現說有兩種有問題 小規會表示說 現在有可能用一種介紹 發燒的魚來隔著摔魚 欺騙民眾 所以也讓有事實應該加強啟炸 摔魚的肉吃軟又油 魚是又少 是這麼多人要吃的魚 不過有消費者向小規會 歡迎說 他們要摔魚回去吃 想不到這裡所發生的造物 摔魚的情形 小規會說 其實這是因為消費者買到的事 一種拼命給加上摔魚 是命為做摔青 也是人家說的油魚 那如果是這去吃牛 打賣 跟電商北台參與四種摔魚的油分 結果發現兩種摔魚 摔魚的感情和票審的不一樣 調查結果事實上就血魚的部分來看 它違規的狀況就是超過50% 主管機關的部分當然對於這個 我們這一次所調查的違規的部分 我們當然要依法來做一個觸發 小規會表示 在市面上流通的摔魚 一般是大山油摔 太平洋摔 叫兩蘭摔 阿拉蘇加摔點點的摔魚 不過去市場設計量 很多紅帝魚飄食作比摔 給消費者表示說那是摔魚 還有教授說是因摔的魚證 其實就是介紹最精少的油魚 那這個魷魚的話它實際上 它裡面的油實際上是辣 你要是買到你是吃進去 你一定會知道你買的是魷魚 因為你吃進去之後 你一定是會辣肚子 你要是用手去摸它的這個魚皮的話 實際上是並不是那麼平 另外這次從電商北台買的 白沙魚的商品裡面也發現說 夾著它黏魚肉 跟車站好白沙魚的方式 讓民眾更會合不清楚 它如果感受違法要由主管機關來認定 讓由主管機關也要討論 是不是要收法 對夾著這種軟空的行為來進行規範 接下來 綜合報道